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摆出各式各样的动作 像是生活在小人国里 这是由创意农者游士郎 为了行销自己的温室果园 所想出的有趣方法 他就做出我们人类做不到的事 像我们灌溉水 我们不可能跑进去里面游泳 那灌溉做得到 就好像这个园区放到10K 20K 他的冲击会 视觉冲击会大一点 当然摆放公仔和想出吸引人的剧情 可没那么简单 由士郎的好搭档就是哥哥游士风 哥俩一起在小人国里 玩出一个个趣味十足的故事 故事怎么想的啊 不是想 其实你有没有看过漫画 有啊 我买了 但是看了 我们都一起看 对啊 所以你其实你过想那个 其实看多了 其实脑海里都有了 透过说故事的脸书行销 游士郎拉近了农产品 与消费者间的距离 也成功打响了温室的名声 不会酸啦 甜甜的 他们在种植的时候我都会来啊 说到脸书粉丝团的经营 游士郎有自己一套有趣 而且独到的见解 比我们会种的很多 对啊 会摄影的很多吧 很多啊 会写胶本的 会编故事 也比我们强的 也一样 要加起来很少 为亦反农业总带给人 苦哈哈的印象 游士郎选择用活泼有趣的方式 让大家知道 原来农者的生活 也可以如此多彩欢乐 台北十湾滑坡 皮疗历史街区 最近有一项特别的展览 那是来自于花莲 玉东国中学生的木工展 这一些在偏销 原本不爱念书的国中生 透过学习木工 找到目标与成就感 更感人的是 他们的背后 有一群空姐 默默帮助 赞助他们木工材料费 叙事待发 我们最希望呈现给所有朋友的 不仅仅只是这一段 孩子们用他们的汗水 还有泪水 交织下的美丽成果 其实我们更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人想想看 像这样的梦想 是不是真的能够给这个 大家寂寞生又偏远的学校 和这里的孩子 一个契机 我在这边要感谢 在这段路上 曾经帮助过孩子们每一个朋友 谢谢你们把温暖带进玉东 让孩子们拥有希望 我就告诉孩子 别人有的 我们不一定要跟人家都走一样的路 那南海森林 所以在这个部分就引发他们的自信心 他们也蛮能够配合 然后让自己能够抬头挺胸 将来能够做堂堂真正的一个人 那所以现在最大的成就 学校没有中错学生 然后我们算是没有霸凌的一个学校 因为大家彼此都是互相相爱的 神篇感动的故事 就是公民新闻最好的题材 不一样的公民新闻 希望你喜欢 PayPal公民新闻报 我们下次见